而臺中中二選區的一個選戰 繼續要帶您看 就是媒體人周玉寇 連日來針對嚴家窮追猛打 現在又提出四點來指控 嚴寬恆在立委任內 多次的施壓交通部 跟臺灣港務公司 他說致使二等親內 這個家族的投資的公司 取得政府公開招標案 已經涉嫌公務員 利用職權徒利 觸犯貪污治罪條例 甚至還講嚴寬恆先生 您要有入獄坐牢的心理準備了 好 那嚴寬恆怎麼回應呢 他說我一切都是按照法規來進行的 而且他說當時贊成推動的 還是民進黨籍的台中市長林佳龍 媒體人周玉寇 日前質疑大甲震嵐公財務不明 董事長言心彪悍 而此嚴寬恆必須交代清楚 現在他又在臉書開炮 周玉寇提出四點證據 指控顏寬恆在立委任內 施壓交通部和台灣港務公司 讓他們家人投資的公司 取得政府標案 還說顏寬恆先生 你要有入獄坐牢的心理準備了 就是這段二零一六年的質詢已發爭議 當時擔任立委的嚴寬恆 指引臺中港一零五號碼頭業務公辦民營 違背當初自由化民營化的政策 周玉寇抨擊 嚴寬恆聯手由弟弟延宏全擔任負責人的昆宏公司 取得一零五號碼頭裝線業務標案 這不是借職權圖利 什麼才是借職權圖利 嚴寬恆強調 這是綠色環保工程 對於台中港空屋是有幫助的 而且當時的台東市長林佳龍也贊成 2017年通過了招標的程序 當時也是民進黨中央政府 地方台中市長林佳龍 嚴寬恆對於周玉寇重追猛打 還要他有入獄的心理準備 只淡淡回應 一切都是依法規進行 有什麼話到法院講清楚 黃世信吳黃水林品欣台中報導